爸爸,蘋果怎麼餓啊? 很簡單啊,就畫一個圓,然後塗成紅色 上面畫一個梗就好啦 那清怪車怎麼畫? 蛤? 那合肥料呢? 呃...去問你媽 嗯 大家好,我是Omega 不知道呢,有沒有一種moment呢? 就像剛剛前面的短片一樣啊 就是呢,小朋友在問你 這個東西怎麼畫?那個東西怎麼畫之後 你會不知所措,無所適從 沒關係,我今天就要來推薦一個頻道啊 NoobDraw,菜鳥來畫畫 那你可能搜尋不到,所以我把連結放在這兒 影片說明的地方也會放連結 那這個頻道呢,示範了很多簡單的繪畫主題啊 影片呢,依照主題分門別類的播放清單啊 非常適合初學者還有小朋友 不管你是用手繪或是電繪 都非常適合喔 也就是說呢,你只要準備簡單的紙筆等繪畫工具啊 就可以照著影片練習囉 那我現在就要拿一部影片做示範 如何跟著影片啊 去練習畫出一幅完整的畫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呢,我要準備一些工具 紙 鉛筆 橡皮擦 黑色奇異筆 彩色筆 主題呢,我選的是這個 劍龍 好啦,開始我們用鉛筆打稿喔 先畫底下一條線 然後一個半圓形 畫頭 尾巴 腳 用鉛筆打稿的時候不要太用力啊 這邊有一些定位點 這邊有一些定位點 畫出這個角啊 雖然影片呢,它沒有講解啊 但是你從它畫的過程呢 你就可以看到,學到一些東西 眼睛 嘴巴 好啦,鉛筆搞完成了 這時候呢,我用黑色奇異筆去畫 框 那如果你沒有黑色的奇異筆啊 你只有黑色的彩色筆 那個順序要稍微改變一下 就是,你要先塗完裡面的顏色 最後我再去描黑色的框 然後它的順序呢,我先畫這個角 好,畫頭的部分 畫這個框的時候呢 剛剛這個鉛筆比較草的部分呢 你這時候可以小心的畫出 比較明確的 就是做一些修正啦 腳 因為剛剛用鉛筆會比較隨性的畫 用鉛筆的時候不一定要說畫得很精細啦 留到這一步再慢慢細微修正也是OK 好 那這時候呢,影片會再教說 有一些主題齁,它會要你再用 比較粗的奇異筆去 描一些外框的部分 讓這個框的層次更豐富喔 那你也不一定要有兩隻 所以你用原本這一隻再去 稍微平一下再描一次 也可以把這個線加粗 比方說它這邊有 角 我先用這個角 把它加粗 那在這個加粗的過程呢 也可以針對你剛剛在畫細線的時候呢 在畫細框的時候比較 畫歪了 的線呢 你也可以再做 微微的修正 頭 額頭應該要大一點 好 好啦 現在框線都畫完了 有粗有細的框線看起來就比較有層次感 這時候呢 因為我剛剛的鉛筆稿 也是用鉛筆的話 我要把鉛筆稿給擦掉 那如果你是電繪的朋友啊 你就把鉛筆稿 跟這個框 黑色的框線 畫在不同的塗層 然後其實就把它 鉛筆稿的塗層 關起來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手繪 所以 就是用鉛筆跟這個奇異筆 一個可以擦掉一個不能擦掉的特性 來做到這件事情 上色的話呢 就是用彩色筆就可以啦 那當然也不限於彩色筆啦 你用蠟筆也可以啊 用色鉛筆 甚至用水彩 都是ok的 好來先畫肚子的 這個肉色的部分喔 這個是比較像是粉紅色 差不多 畫到哪 這裡 這個如果影片速度太快呢 你可以做適時的暫停 紫色呢 紫色呢 去畫身體的部分 那眼尖的朋友會發現 其實我認為是麥克筆喔 不過麥克筆其實跟彩色筆啦 其實是接近的東西啦 在國外呢 麥克筆就是彩色筆啦 那當然這個 這個是好像是酒精性的吧 這跟 一般我們用彩色筆是水性子有點不一樣 那 奇異筆是油性的 所以它只要不要相融就好 接下來我們就用比較深的紫色去畫這幾個角 喔 阿 好啦完成啦 我們只要按照影片一步一步的步驟啊 就可以完成一幅很可愛很簡單的畫 是不是非常實用呢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Nubdraw菜鳥來畫畫 這個頻道強烈建議你把它訂閱起來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它很實用 第二個原因 因為這個頻道也是我本人所創立的喔 裡面的每一幅畫也都是我一筆一筆畫出來的喔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趕快手刀訂閱起來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喔 最後也請記得幫我們影片按個讚和分享 比到的話呢就是訂閱加上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by bwd6